2019年2月8日,据路透社报道,泰国于当地时间,周五,推出了华为技术公司的5G试验平台。 无视美国呼吁多国禁止华为的言论与压力。 连泰国工业联合会、资讯科技产业俱乐部主席泰塔伍诺,也称赞华为的产品,既体面又实惠。 目前,华为在泰国打造的5G试验平台,是华为在东南亚的首个试验平台。 美国禁止华为的小算盘,居然遭到往日盟友大唱反调。 为何泰国如今会如此应序,敢于和美国正面纲,背后或离不开中国的两大协助。 中泰军事合作日益升温。 自从2014年后,中国逐渐成为泰国重要的武器配备来源。 自2015年起,泰国向中国订购了许多武器,包括49辆坦克与34辆装甲车。 但是这些的总额就超过3.2亿美元。 比泰国向其他国家买的都多,泰国向中国下的最大军备采购单是其海军以十多亿美元订购的三艘潜水艇。 此外在最近几年,泰国的陆军和空军,也开始同中方展开联合军演。 可以看出,中泰两国近年关系不断升温。 两国在防务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包括了空军演习,装备采购计划。 有关联合军事生产设施的计划,也在推进当中。 华为云资料中心助力太起。 近年来,全球公有云服务市场格局出现。 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国际巨头纷纷布局亚太市场。 而华为是第一个在泰国EC区域,建立资料中心的国际云服务厂商。 华为早在2018年9月20日,便于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EEC设立了一个价值2250万美元的云资料中心。 华为认为,泰国公有云市场潜力巨大。 同时,泰国客户将资料储存在本地的诉求非常强烈。 泰国投资委员会,BOI,副秘书长Maryford Starisakty说。 华为云资料中心,将成为泰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专案之一。 帮助公共机构和企业提高效率。 让公众像用水、用电一样使用云服务。 企业可以借助华为公司强大的云平台资源。 提高业务处理能力。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门槛,对于中小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在开服事初会当天,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向华为授予了云运营服务许可证。 出席活动的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比切杜隆卡维罗表示。 希望能够通过这类创新企业,促进泰国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国家竞争力。 可以预见。 泰国对云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华为云的到来,有助于泰国政府和企业提升效率。 现在的泰国不仅在军事方面与中国交好。 对于中国企业,更是敞开大门积极引入。 你认为未来泰国与华为的合作,将如何发展呢?